南韩人川法院表示 事前在南韩海域 引刀刺杀登船查借的南韩海上警察的 中国大陆渔船船长程大伟 今天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 并罚款2000万韩元 中国大陆农业部18日通报 因下省雇员市部分洋机场 爆发S5N1高质变性行流感疫情 当地政府已经扑杀约9万5千之机 今年1月 大陆西南部贵州市 中省有一名男子 因为感染前流感病毒而死亡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 日前在吉隆坡表示 俄国与中国大陆 有关出售苏凯35铁解放军的谈判 由于北京拒绝大量采购 谈判已经遭到搁置 引盾在浙江杭州千年古煞的 住持韦迪法师 竟是17年前 江西九江灭门惨案的杀人凶手 事隔17年后 原名许新年的他才被警方逮迫 被捕当时没有逃亡 只是淡淡地说 年轻时的因果现在该聊呢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